我希望这个PN2.5这个资料 我希望可以把它转成CSV 然后再将来存档 OK,所以呢 要怎么样 可以把刚刚的这个List2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像这个是刚刚的PN2.5的资料 那你会发现我们print了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一个的List2 那里面的话当然 我们会需要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栏位名称 这个资料的话基本上 我们也是从我们的云端上面 这边有个连结 这个连结 从 这边 这个PN2.5这个连结里面 那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我在哪里 我在这里 OK 那当然这里面 它会提供给我们几个讯息 包含栏位名称 如果说 我希望把它串完之后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 先 如果说我要输出之前 当然你将来 要先串接之前 你要先把这些资料 全部串成一个文字 一个字串 全部串在一起 那它的规则一定是先栏位名称 换行 然后呢 再来就是第一笔资料 然后呢 中间加斗点 换行 然后换第二笔资料 有没有中间加斗点 换行 直到最后一笔为止 然后把它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字串 串完字串之后再存档 存档还记得吧 我前面好像讲 就是F物件 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非常简单 最后其实啊 存档是F等于什么 Open 那Open不是只有开档 存档也是这样 然后存档名称也许叫什么 PM25 点CSV好了 点CSV好了 假设我今天 最后是 希望存成这样的一个档案 然后斗点的话 后面加什么 加W 还记得吧 R的话是读嘛 W是写 那写的话呢 我们其实会需要什么 F点什么呢 点Write 刮斧后面需要给它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东西 现在我们还没做 所以我们是先倒序 先做下面的 再做上面的 所以 假设 将来我会需要有一个 叫S的一个变数 OK 那这个S的变数 就是 把刚刚讲的全部串在一起 丢到这边来 记得最后再加一个动作 这F等于什么 等于Close 有没有 把它关掉 就是这 还记得这三行吧 这三行就存档了 所以以后不管你做什么事 反正存档就对了 那只是说呢 我们会需要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文字 诶 那个文字的话 所以我需要在哪边做 第一个 先在这个 回圈上面先加一个S 等于空的 那这个空的话呢 当然理论上 因为我们输出的时候 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们需要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栏位名称 先从这边去抓好 复制一下 然后栏位名称的话 基本上原则也是 就是在每一个什么 栏位名称中间加痘点 所以这边可以手动 不许用中文名称好 然后第一个名称 然后第二个名称 一样加上痘点 然后后面的话第三个 然后一字一推 这边都一样 OK 然后所以呢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顺序对不对 那这个应该 应该是 这个是单位好了 就简称一下 最后的话呢 这边记得 加一个反斜线N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将来它会接在后面 所以哦 S先产生一个空的 然后给它一个什么 栏位名称加换行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串它 怎么串 还记得吧 S等于S自己本身 加上呢 我要串接的东西 那我要串哪些东西 五个栏位 中间加痘点 那以前我讲过啦 你可以用那个串接 中间加号加号串 但是那个方法 我觉得没有用formase来的简单 所以还记得吧 这边用formase来做 大瓜糊一个 第一个嘛 第二个 第三个 总共五个嘛 中间记得加痘点 然后呢 反斜线N一定要加 因为没有加的话 它最后没有换 OK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前面有做过 然后后面就加上什么 点formate 然后呢 我们就给五个东西 然后五个东西 其实就是从这边抓就可以了 List2的第一个 那就是什么 中瓜糊0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中瓜糊1 那一十类一推啦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我就拿来改就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用贴的比较快 这样子 那记得要改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改到 不然的话 有时候常常都贴完之后 就忘记把它顺序 那个编号 忘了改 也麻烦 第三 那总共的话呢 会有五个 所以就是到第四就完成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换接完成了 所以呢 它基本上 就是先给栏位名称 然后换行 对不对 然后再到这里面来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到第五个 分别放到前面有五个大瓜糊 一个萝卜一个坑 最后记得一定要换行 那这个S等于S加 意思就是自己串自己就对了 一直串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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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最后串完的结果 那就会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栏位名称换行 第一个资料换行 第二个资料换行 直到最后一个为止 应该可以懂这逻辑吧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所以哦 试试看哦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把 那个什么呢 欸 欸 Jackson 转csv 程式写完了 OK 来试试看好了 其实我也不确定 这边不好像要写错 所以哦 我们Run一下就知道了 那最后当然会在根木屋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pn25.csv 的东西 所以执行看看 理论上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蛮简单的 好 Printer 结果应该OK 那最后我在哪里呢 再到我的根木屋里面找一下 有没有pn25 这个油打开看看 诶这个时候有了 只是这个宽度不足 把它调一下就OK了 诶没有问题 资料有没有错 诶好像也没错 有没有 OK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特别是哦 Jackson 如何转成csv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那我是建议啊 这个因为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所以请各位尽可能的就是把重点稍微该记的记一下 那当然我是倒序哦 所以如果你假设记不太起来 你可以先记这三行 这三行就是存档的意思啊 反正就是把什么东西存起来 然后再来我们其实再去反推 这个s 这个s就是先给什么 给栏位名称 加上换行 再到底下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先 这个我把它放横一下 然后 这个倒推好了 这个先做 我刚刚是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这一段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是第二步 我是做什么 加一个s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s等于s自己串这个东西 记得这边一样要换行 这个常常忘记 我自己也常常忘记 然后再用format 分别把这个s 这个list1 list2里面的那个1到4的资料 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放到这个大瓜糊里面 记得哦 这个只要睡 这个不能做错 少一个都不行 反正你只要按照它的栏数 给它应该有的大瓜糊 然后把串列资料放进去 理论上应该就完成了 OK 那这样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建议 各位可以多多的把这边熟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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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